大家好 这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 我是经典传唱人康辉 大家好 我是经典传唱人尼格买提 大家好 我是经典传唱人朱广泉 大家好 我是经典传唱人萨贝林 这个组合大家熟悉吗 熟悉 我们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 站在经典有流传组台上的第一个组合 我们要完成一件什么任务呢 用歌唱的方式 如果能把那些特别难记 特别难啃的课文 要唱出来的话 就能帮助更多的孩子 把这些课文呢 记在心里 而且我相信 对未来他们的成长 一定是特别有帮助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儿 要做这件事情 把课文唱出来 我觉得经典永流传这个舞台 其实不仅仅是音乐人 传唱经典是每一个人的事 我们作为媒体人 我们也应该起到自己的作用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组合今天在这儿 共同来表达我们传唱经典的心声 我是觉得背古诗词啊 有一个前提是理解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 你生背是背不下来 没错 也许当时能背下来 转头就忘 没错 但如果你理解了以后 有了画面以后 对这个诗词的意境 真的是感同身受以后 是不一样 要是不理解 真的那就是深恳 所以您知道 我们主持人都有一个毛病 就拿到自己的台词之后啊 必须得按着自己的话 重新把它理一遍 才记得住 这就是理解了之后才能表达 我编了一串词 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 你就会感到 你曾经和庄子一起 做大鹏之辈 扶摇九天 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 繁华落尽人世间 和曹操横过硕 和李白醉过酒 和陶原明采过菊 和白菊玉折过柳 这样的文字 才真正是不朽 当然这些诗词 一辈就得一朽 但是以后 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我能问一下 你们到底选了哪个作品吗 有人靠流程了 来 哪篇作品 就是排在 所有最难被课文 Top3的其中一篇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 对 看来是真难 它真难 但同时又真美 《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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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经典传唱人康辉 我是经典传唱人尼格·麦蒂 我是经典传唱人朱广泉 我是经典传唱人萨贝宁 我们把岳阳楼记唱给您听 庆历四年春 藤子京折首八陵郡 月明年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乃重修岳阳楼 增其旧志 可唐贤金人师父与其上 主于作文以记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情予游退予游 人的河心而乐远 情离远 仙天下只有耳朵 后天下只乐耳朵 不易为此人无谁余为 千远之书被人则被投降 难及肖像千颗扫人 多回于此 难无知情 得无一呼 且不予长久 故人人之心 我已爱者只为何在 我已无息 故意几倍 去苗塘之高则有心意 出江湖之缘则有其君 世情亦游退亦游 看着何时而乐远 情离远 仙天下只有耳朵 后天下只乐耳朵 不易为此人无谁余为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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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大声 大声 实事求是的 实事求是的 唱得还不错的 真的 真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太高的期待值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文章 但是我刚才听的话 第一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棒 我就听进去了 后来我突然发现 这个歌是个男人的歌 由这四个男人来唱 这歌变得 特别容易让人感动 你们四位这么一唱 更多的人知道 在一千多年以前 我们有一位宋代的官员 叫范仲淹 他像写信一样 给他的朋友 告诉他朋友说 其实你不用伤心 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 是尽忧退忧 我们无论是不是 在那个重要的岗位上 但是国家在我们的心里 都是同等的重要 先天下之有忧 后天下之乐忧 这成为了 北宋士大夫 共同的价值观 就是范仲淹成为了 后来包括王安石 包括欧阳修 包括苏世等等 共同的老师 就是因为 岳阳楼记 他教育了整个的一代人 并且甚至后来成为 中国知识分子 一个非常重要的 核心的价值观念 大家对这篇文章的 一个歌唱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谢谢康正兄 我觉得此处当福一大白 对 当福一大白 康正兄说到的 这是一个四个男人 一起唱的一首歌 我觉得 他更是四个成熟男人 唱的这首歌 小的时候很多东西 你是不懂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 先天下之右而又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是成年了 我们经过很多 人生的波折 经过人生的 一个一个阶段之后 你才能更知道 怎么样去 不被外界那些因素干扰 怎么样能够保持 自己内心的恒定 所以我觉得 一遍一遍地 读《岳阳楼记》 包括今天我们一起 唱《岳阳楼记》 也希望更多的人 唱《岳阳楼记》 是他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特别感谢这篇文章 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记》 他没去过岳阳楼 范仲淹是看着画写的 他没见过洞庭湖的 这种晴天也好 狂风暴雨下的也好 这些景色他没见过 他哪来的这些描述 我后来想 你可以把它看成 是范仲淹自己的心 当他被外界的东西感染 当他陷于低落的情绪的时候 他内心可能就是这样一种 阴雨绵绵的感受 但是他在那个时代 以岳阳楼的重修为契机 表面上写的文章是 一个楼的重修 但我觉得这篇文章 之所以成为奇闻 传颂至今 是因为他建立了 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坐标 我觉得古诗词 可能给我最多得意的 就是押韵的灵感 其实古诗词 能给大家带来的滋养 特别的多 那这些滋养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获取是受益最大的 刚才说到成熟的男人 我在成熟的男人当中 是年龄最小的 所以我对这篇文章 也有自己特别浅显的 一个理解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 范仲淹内心的那种 少年的赤子之心 他被贬折了很多次之后 他心里依然都装着国 装着家 装着民 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 那么多年 但是他的那个棱角 依然没有被磨平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向往的那种 少年之心 赤子之心 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是 一微思人 无水与归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也就是他心中的 古人人的话 他说我将和谁一路同行 其实今天这句话 我们一样可以问自己 如果没有我们心中 那样一份价值 那样一份理念 那样一个美好的梦想的话 那么我们又将和谁一路同行 所以我想其实经典的意义 就在于此 它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 在每一次前行的时候 都能够有力量 有根基 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 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式 把这个经典用歌唱出来 我们真的是想给每一个孩子 从小的心中 就种下这样一颗种子 让他们从小就可以 认识经典 爱上经典 传播经典 而且未来可以创造经典 我们传承经典 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 恰恰相反 我们是为了开创新的未来 所以每一首经典 经过我们的传唱 我们期待的是 重构今天属于中国人的 精神坐标 感谢各位 能够听并且喜欢 更重要的是 能够和我们一块 传唱这首《岳阳楼记》 接下来为经典传唱人 开启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 汤辉 我是经典传唱人 尼格买提 我是经典传唱人 朱广泉 我是经典传唱人 撒贝宁 如果您喜欢这首 《岳阳楼记》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分享诗词 传唱经典 来吧 咱们挽着手 威斯人 舞谁与归 我们一块儿 开启我们的分享通道 请扫描屏幕上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